祭祀刀干脆利落地窃裂了老祭祀的颧骨,随着槐狮的咆哮,猛然拉扯,搅碎了他的舌头,从他的嘴边穿出。 干瘪的血肉之中还没有来得及流血,半空之中的槐狮就从背后的马鞍包里拔出了美德之剑。 直接按着他的肩膀,将剑刃捅进了老头儿的脖子里,从脖子后面穿出,横灰。 断头,一颗破碎呆滞的脑袋随着紫黑色的血液一同从他的肩膀之上飞起,散落的白发被血浆染红。 可紧接着,无头的尸体就骤然移动,抬起了手掌,按在了槐狮的面孔之上。 掌心,无数细小的眼瞳在瞬间睁开,愿毒地凝望着槐狮的双眼。 来自深渊的光彩从其中喷勃而出。 儿等草芥,感受真理吧。 宛如海啸的源至洪流自他的掌心之中喷出而出,随着海量的噩梦一同灌入了槐狮的躯壳之中。 槐狮的眼前一黑,旋即便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好像脱离了身体。 竟然在老鬼的推动之下向后飞出。 在他身后,凭空有一道黑色的漩涡涌现,其中无数畸形的肢体延伸而出,拉扯着槐狮的灵魂,要将他一同扯进腐烂之梦的最深处去。 见证真实,破碎的头颅咧嘴大笑,伴随着无数噩梦里才会有的幻象浮现在了槐狮的面前。 来自深渊的真髓和抚梦的哲理源源不断地从槐狮的意识之中涌现,不断地消磨着他反抗的意志,要将自己的一切深深地扎根到他的灵魂里。 将他转化为腐烂之梦的沉沦者。 领受大灵的恩赐吧,被梁霄所选中的幸运儿。 苍老的面孔凝笑,和腐朽的世界诀别,从今以后,你将是我等的同行者,成为这可悲尘世中的清醒之人。 在恍惚里,槐狮感觉自己被无尽的黑暗吞没了,世界在他面前分崩离析,万象都如同梦境一般破碎成幻影。 虚实真假被颠倒了,无尽的狂乱之梦将他吞没。 只是一瞬,便胜过了千万年。 在无尽黑暗的囚禁之中,怀尸眼瞳中的光彩渐渐熄灭,到最后,只剩下了一片黑暗。 在无尽的黑暗中,只有一道温暖和慈祥的光在前面等待。 来吧,来吧。 苍老的祭祀微笑着,在光芒中展开双手,拥抱着世上唯一的真相,接受来自梁霄的至高救赎。 在那之前,我先问个问题。 深沉的困倦和恍惚之中,怀尸下意识地问,贵司有加班费吗? 老者愣住了。 带薪休假总应该有的吧? 怀尸在问,无险一惊。 十新年中讲,贵公司现金乘车有专属通道吗? VIP休息室? 报销头等仓吗? 空洞的眼瞳之中浮现不满。 怀尸问,我好歹也算是个艺人,签字费总应该有吧? 曝光活动呢? 有没有刷热度的准备? 热搜头条起码也得买几个月吧? 什么都没有。 他皱起了眉头,从噩梦中醒来,睁开眼睛,端详着面前这一句猙獰的残骸,那你也好意思出来骗钱。 轰! 苦痛之锤抬起,对准了他刚刚长出来的那一张老脸,砸落。 雪浆飞蹦。 在惨叫声中,那一只抓住了怀尸的手掌蹦发无穷大力,将怀尸猛然甩出,好像炮弹一样飞射,砸进了无数蠕动的血肉之中。 冥顽不灵。 震怒的老祭祀再度抬起手,向着怀尸缓缓虚握,可紧接着,他的手就被打爆了。 自开启的大盾阵列中,金阁一道一和金阁一道二已经扛着盾牌走出,他们手持着一柄手枪,步步向前,交替掩护。 从那一把手枪中射出的子弹无比诡异,每一颗子弹击中了老祭祀都会在他的身上炸出一个血洞,伤口竟然无法弥合,在痴痴作响。 在换弹夹的时候,便能够看到那一颗颗由金石雕刻而成的红色子弹。 他们的动作迅捷,在交替的射击和掩护之下,立刻就来到了怀尸的面前。 金阁一道一掏出一把开山斧,干脆利落地斩断了那些纠缠着怀尸的血肉,将他扯起,不顾血肉触须攀附在自己的手臂上,急步狂奔。 很快,就将怀尸拖回了掩体之后。 他回头呼喊,强心针,立刻。 不用不用,还活着呢? 怀尸呛壳着从地上爬起来,随手扯断了身上纠缠的触须,丢在地上踩碎。 在原地,枪林弹雨之中,老祭祀已经变得千疮百孔。 可不断地却有血肉的触须从他的伤口中延伸而出,蠕动着,形成畸变的肢体和器官,完全看不出原本人形的轮廓了。 远程打击已就位。 掩饰机械化的声音从频道中响起,预防冲击准备。 轰鸣的声音迸发,顶穷破裂,刺鼻的气味瞬间扩散开来。 红流席卷。 宛如瀑布一样的水光从顶穷之后灌入,令槐师目瞪口呆地抬起头,眼角狂跳,那全部都是炼金燃料,一旦爆燃足够将他们送上天的份量。 这是要让他们壮烈牺牲的节奏啊。 随着轰鸣的声音,墙壁缺口背后,遥远的距离之外,炮机模块在倒轨之上迅速下降。 只不过这一次炮身身旁多了一个人影。 安德利亚,守抚着身旁的炮身,来自象牙之塔的学者摇摇地向着此处抬起了手指,比划了一个手枪的姿势。 无形的扳机扣动,比昂,它轻声低语。 下一瞬,一点火光凭空从奔涌的炼金燃料中迸发,在瞬间化作了七粒慢卷的狂潮。 刺眼的火光之中,无尽的火焰溶流被无形的力量收束灼。 所有的炼金燃料在瞬间蒸发殆尽,化作那恐怖温度的一部分,所有的热量被粗暴地激发了出来,又死死地束缚在了那狭窄的方寸之间。 形成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好像火焰中的神明降临了一样。 在热力学和沙拉曼达的控制之下,安德利亚直白地将这一份毁灭的力量清晰地表述而出。 随着火光暴虐的一扫而过,就再也什么都剩不下了。 不论是那个不断重生的老头儿还是墙壁上那些侵蚀的血肉乃至大厅里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 全部葬身在了火海之中。 到最后,随着火焰的收缩,原地只剩下了一个象牙之塔的塔形灰烬熊熊燃烧着,证明着刚刚一切的发生。 怀尸倒吸了一口冷气,回头向着安德利亚挥手致谢。 安德利亚也向着他眨了眨眼睛,随着炮击模块再度升空,去向了其他地方。 直到那个老鬼尸骨无存,金格一道一材亮呛地后退了两步,坐到在地上,虚弱地抬起手,示意救援。 怀尸立刻麻利地掏出祭祀刀割开了金格一道一破碎的手套和袖口。 血肉的触须已经撕裂了他的装甲,霉入了他的手臂之中。 金格一道一发狠,准备砍掉手臂,却被怀尸抓住了握刀的手。 等等。 他从兜里将提前准备的血瓶拿出来,直接扯掉盖子,就将充满猛毒的血浆浇灌在他的胳膊上。 一阵痴痴作响的声音中,金格一道一压抑着痛苦呼喊。 很快,血肉的触须已经消失不见,残缺的血肉上浮现一片片霉菌一般的侵蚀痕迹,深可见骨。 以毒攻毒效果拔裙,但紧急处理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怀尸从他的胳膊上粗暴一缕,将自己的毒抽出来之后,将剩下的事情交给医护兵。 喷了一层喷雾之后,立刻就有机械夹板装在了他的手臂上,再看不出来受伤。 金格一道一招着怀尸进了个礼,爬起来示意着下属收拾残局,然后准备再次出发。 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又有新的任务从眼尸那里发配了过来。 那群粮消灰的神经病终于察觉到不对了,开始暴动反抗起来,但大势已去,早已经被分割在了各个不同的地方,等待军团的剿灭。 任务繁多,只不过这一次的任务里却没有怀尸。 很快,耳机里响起了托尼恼怒的声音,A5,A5,我搞砸了,敷地纸敷K。 给跑掉了一个,妈的,这次算是在阴沟里翻船了。 我立刻道。 怀尸回复了一句,从地上拎起自己的剑,挥手道别准备离去,却被金格一道一喊住了。 他从地上捡起了怀尸的手枪,然后将自己的弹家退出来,将几颗红色的金石子弹全部填装进去,递给了怀尸。 祝福子弹,可以有效杀伤地狱生物。 他向着怀尸敬礼道别,一路顺风,长官。 啊,好的。 怀尸借过枪塞进马鞍包里,向着他们挥了挥手,转身就抓住垂落下来的钢索迅速攀升上去。 在半空中,他暗动了耳脉,这里是怀尸,怎么回事? 被一个祭祀给跑掉了。 在狂奔中,托尼气喘吁吁的报告,窝晚了一步。 那个家伙已经跑出封锁圈,跑到公共场合去了,狙击手就位了吗? 卧槽。 耳脉的另一头传来了轰鸣和巨响,隐约还有凉消永存的咆哮。 紧接着就是爆炸的声响。 密集的枪声响起,耳脉挂断了。 而随着绳索的上升,怀尸也听见枪声渐渐接近了。 他握紧了美德之剑,准备就绪,在苍板翻起的瞬间从其中冲出。 紧接着就看到一片狼藉的小广场。 诸多旅客已经横尸街头,还有好几个凉消会的行尸走肉在持枪乱七八糟的扫射着,引发混乱。 还有几个旅客早已经被挟持了。 从地下通道的出口里,一个半身破碎的身影缓缓走出。 准备